这集的主题是设计 你可以透过这个工具 来快速设定你的文件风格 你可以在布景主题中 先选择一个 接着在旁边这边再选择一个 如果你要调颜色的话 则是在这边 字形的话呢 是这个 这边可以调段落间距 效果的话 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如果你不喜欢你所做的设定 你可以将它调回预设值 接下来是页面背景 第一个是腐水印 你可以直接选取这边的腐水印 但如果这边都不是你要的 你也可以点选下面的自定腐水印 如果你是要图片的话 你可以先点选图片这边 然后选择你要的图片 接着选择是否要刷蛋 如果是要文字的话 就选择这边 你可以在这边设定 但这些如果都不是你要的 你可以输入你要的文字 如果要把腐水印删掉 只要点选移除腐水印即可 接下来是页面色彩 就像你看到的 只要点选你要的颜色 就可以直接改变页面的颜色 你可以在下面的填满效果 做进阶的设定 最后是页面框线 点进去之后会跳出一个视窗 在左边这边可以依照个人喜好做调整 在右下角这边 你可以选择你要套用的部分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框线和网底 在左边这边设定好后 再选择你要套用的位置 就完成咯 好了 那这集内容就先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